凉案饭的小鲍鱼别再涮容蒸了 做一道葱油鲍鱼片 一上桌就抢光了 刷洗干净的小鲍鱼像我这样切成厚厚的薄片 水开放勺盐和油 下豆腰菜烫熟捞出 再下鲍鱼片烫20秒捞出 铺在豆腰菜上 放上葱丝浇上热油 最后淋一圈酒店大厨都在用的白酌汁即可 鲜嫩脆爽好吃到犯规 吃这个菜心啊 还是要蘸上我们家这个菜和腐海椒面 小时候的味道 安逸得很哦 你们看 我家这个腐海椒面 今天才先做出来了 咋办不吗 要在那儿来搞不 安逸得很 小鲍鱼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我想趁那儿如此 肠子都生锈了 为什么不 为什么要吃这个菜不 喜欢的话我给你整点过来 要不要的 鸡翅不要总是烧烤了 做个咸蛋黄焗鸡翅 好吃到甜手指 首先鸡翅改上花刀 放姜片 盐 生抽 料酒 鸡蛋 抓紧腌制10分钟 腌制好的鸡翅 裹上生粉后 六成油温下锅 半煎半炸 这样做不会浪费太多油 鸡翅吃起来又没有油炸的那么腻 另起锅加入两勺咸蛋黄酱 小火炒至没泡泡 倒入炸好的鸡翅 翻拌均匀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广东人都喜欢吃的沙姜鸡包 做法非常简单 剁好的鸡块中放沙姜 半煲盐焗粉 一勺料酒 一勺花生油 抓紧腌制10分钟 油热爆香姜葱 放入腌好的鸡块 淋上一圈广东米酒 扣盖焗15分钟 打开盖子 香到了隔壁村 真的太好吃了 螃蟹不要总是清蒸了 今天做一道蛋黄酱菊蟹 连壳都好吃 将螃蟹大蟹八克后 沾上薄薄的淀粉 下油锅慢煎至两面金黄酥脆 另起锅浇入两勺咸蛋黄酱 炒至冒泡泡 倒入螃蟹翻炒均匀即可 咸蛋黄的香味 包裹着蟹的鲜味 实在是太好吃了 酒店里88元一份的咸蛋黄焗南瓜 很多人第一步就做错了 首先南瓜切条 一定要用开水烫30秒 这样能让南瓜更好的裹上淀粉 五层油温下锅炸 炸至金黄酥脆捞出 锅流底油 放两勺海鸭咸蛋黄酱 小火炒出小泡泡 倒入炸好的南瓜翻拌均匀 让南瓜全身裹上蛋黄酱就可以了 我跟你说 大虾不要再白酌了 试试这样做 好吃到甜手指 下人中放葱姜 盐 胡椒粉 抓匀腌制10分钟 然后再均匀的裹上一层淀粉 五层油温下锅炸 炸至金黄酥脆捞出 锅流底油 放两勺海鸭咸蛋黄酱 一定要开小火 炒出小泡泡后 倒入炸好的虾仁 然后关火翻炒均匀就可以了 咸蛋黄的香味 包裹着虾的鲜味 一口一个真的太好吃了 豆腐不要总是煲汤了 喜欢美食的你 千万不要错过这道金沙豆腐 首先豆腐沾上一层蛋液 再裹上一层淀粉 油热下锅 小火慢煎至两面金黄酥脆 即可捞出 记得以前做金沙虾用了五个咸蛋蛋 现在方便了只需要两勺小火炒至冒泡泡 最后关火倒入豆腐 翻炒均匀就可以了 你们看 我叫做辣椒面安逸不 今年的新的只做了辣椒面 搞得来吃不 安逸的很 炒均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